元宇宙最近特别火 但是它有个问题 在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一个数字轮身宇宙之前 我们会不会先将现实当中所依赖的这个世界给我而毁掉呢 是的 我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球了 如果我们不做改变 它还会给我们留多少年的时间呢 所以啊 先别急着想元宇宙的事 咱们先来把元地球 也就是数字轮身地球的事情 搞搞清楚才是最急迫的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 我们的中国主题活动 在过去的72年里面呢 中国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感触颇深啊 就拿这次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看到的 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字模拟系统环来说呢 它给我的感觉啊 就仿佛是把我拽进了元宇宙一般 当地球模拟实验室的大门缓缓开启 虚拟和现实便开始交融 迈入其中 我便走进了地球之中的另外一个地球 很恍惚也很真实 适应了几分钟之后呢 我才彻底缓了过来 当然中国的科学家见这个玩意儿 倒不是为了什么炫酷啊 也不是故意要给你营造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它们有着更为现实的需求 就是要能够像研究其他物理化学生物的科学家一样 把试验样品拿在手上放在显微镜下 解破了开来仔细端详 可你说地球只有一个还那么的大 它们怎么拿起来抛开来呢 所以就只有另辟其境了 这便是我们眼前的这个数字化模拟地球了 于是我就有了几个问题 我们如何来数字化地球呢 我们这个数字化出来的地球 跟别人家数字化出来的地球相比 处在什么位置 有何优势呢 最后科学家到底该怎么玩它 玩过之后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又有何作用 好 先说第一个 想要模拟出一样东西呢 你总得首先知道它到底是个啥吧 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吧 那么组成地球的就相当丰富了 由气态的大气 液态的江河湖海 固态的三轮冰川 还有始终不停演化的生命体 简直复杂到让人演化聊论 所以科学家就把它们总结了一下 分类成了五大圈层 分别是大气圈 水圈 冰雪圈 岩石圈 和生物圈 好了 于是我们该做的第一步事情就有了 在计算机里面重建这五大千层 世界万物虽然变化无穷 但总是遵循着某种规律的 而通过我们千百年来的观察和总结 还真的就为这些自然世界 总结出了相应的物理规律 并最终将它们写成了数学公式 这不天然就是为计算机而生的吗 所以当我们将这些复杂的数学公式 装入了计算机再将大量的数据 喂给它之后呢 它便能够较为精确的推演出 不同圈层的变化了 当然这个过程呢 是需要不断迭代升级的 我们总是在寻找最接近真相的公式 总是在测量最为精确的数据 也总是在升级最厉害的超级计算机 从而能够让计算出来的未来 更加接近真实的未来 好了 这就够了吗 当然不是啊 地球上的五大圈城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呀 它们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 这个叫做偶合 比较像是五个人商量中午吃点什么一样 假说要吃面条 乙说要吃炒饭 丁本来想说吃火锅 但是听到丁说想吃披萨呢 就改变主意也选了披萨 结果丁一想 哎 乙的主意不错啊 所以又换了炒饭 但其实说炒饭的乙呢 只是为了想要去迎合饼 自己想吃的明明是假的面条 哎呀没料到饼居然想吃的是披萨 那到底还改不改呢 哎有没有被绕晕啊 绕晕就对了啊 这五大圈城就是这么纠结在一起的 而且还只会更加复杂 很难搞懂科学家究竟是怎么绕明白这之间的关系的 但总之通过不断的研发试措呢 我们的地球模拟系统环 还真的就将这几圈给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在不远的将来 环所包含的圈城呢 还不止于这五成的 再进一步呕合了空间天气 板块运动 地震和火山爆发等等更为丰富的模块之后呢 它将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数字 轮身地球 当我走进火的心脏 装配了3000多个完全国产化的水冷计算节点的 魁力方超算中心 惊叹于它的壮观与深邃时 一旁的研究员却显得不以为然 从它的脸上我读到了另有生意啊 于是就追问了下去 结果才知道我完全就惊叹错了嘛 出了这个机房还能找到更多比它规模更大 比它恒星更多比它运算更快的地方 但是 装在这里面的算法却是独一无二的 它凝聚的是啊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这几十年来自知不倦的探索与积累 质感与创新 才使得环成为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真正让科学家 在试验室里面就能够玩得转的地球大科学装置 其余几个只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存在 环在某些指标上呢 已经追凭甚至是超过了它们 所以就能够让我们在全球环境问题上 有了足够的发言权 哎 既然说到环境问题了 那我们至少知道了这个数字化地球的其中一个用途 就是科学的模拟地球未来的走向 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 极地冰雪的融化速率 动植物的眼镜和消失等等 考虑到如今气候变化的剧烈程度和全球碳中和的紧迫压力 科学的把一个极度真实的未来摆在所有人的面前 比任何理论和数据都要有说服力的多 它当然也就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了 接着咱再具体一点 通过更加精细和完善的数字地球 科学家对于短期气候的预测水平也将极大的上升 尤其是高分辨率的海洋分系统 可以加强我们对于近海远海海洋环境的模拟和预测 大大助力了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施 和建成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 这是国家的未来 最后我们再举一个更细节一点的例子来作结 重大活动的气象宝藏 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是怎么想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由于我们可以做到更加精准的天气预测 所以就能够提前进行人工干预 把本来要降的雨给兜住 把本来要跨的风给堵住呢 其实并不是的 那些依然还是超出了我们的口红范围 我们能做的是通过数字地球 精确的知道某个特定的地域范围 在某个精确的时间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现象 然后我们就能据此来调整或者安排相应的活动了 就好像我们今晚今天召开一场校园运动会的开幕式 原定是上午9点开始 结果气象宝藏团队通过运行环得住我们的操场 正好会在8点50下雨 9点20停止 再过10分钟就放晴 于是我们就能把开幕式的时间调整到9点30分开始了 完美的避过了那场意料之中的雨 你看是不是相当有用呢 布曼尼甲在已经举办的很多重大活动之中呢 其实都能够看到数字地球的身影的 哎 看来啊 元宇宙我们还要再等一等 但是原地球已经开始启动了 期待它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 以期待有更多的大科学装置能够落户在北京怀柔科学层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8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待